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的5月2号 星期六 中国官方中国驻英国大使刘晓明 等于算是代表中国官方重新定性的李文亮 认为李文亮不能算是吹哨仁 他是接受了英国广播公司的节目的访问 他说湖北省中西医结核医院呼吸内科主任 张继先是2019年的12月27号 上报了不明原因的肺炎的病例 所以中国卫生部门和疾控中心 在4天之后 以最短的时间通知了世界卫生组织 并与其他国家共享了信息 他说李文亮不是吹哨仁 张继先医生比李文亮早了三天向卫生部门报告 而且张继先医生通过的是正常的渠道 向卫生部门报告了 但李文亮他是在朋友圈传播相关疫情的信息 他说在任何国家 李文亮的这种行为都会引起社会的恐慌的 所以警方传唤的李文亮向他提出警告 要求他停止在网上私自传播疫情信息 这不是隐瞒疫情 是为了避免社会恐慌 而且中国政府已经向武汉派出了调查组 武汉市公安局也撤销了对李文亮的训诫书 那么李文亮被追认为劣势 被授予很高的荣誉 所以说中国从来没有隐秘过疫情 这是刘晓明 根据现在等于 就是真的一个谎言掩盖另一个谎言 现在就是完完全全年要把黑的整个翻过来说 不过中国历史上从49年以来 就一直都如此 对吧 就整个就充斥着谎言 包括我们这所谓的三年自然灾害 刚开始要说是因为自然灾害 后来就觉得自然灾害 说不过去 没有自然灾害 就开始说是因为俄罗斯找我们还钱 或怎么着 对吧 但实际上俄罗斯找我们还钱 是之前的事 其实不是自然灾害 就是我们的治理有问题 一个是大跃进 导致我们以为我们的粮食的多到了吃不了 对吧 另外一个就是搞这种大锅饭 搞这种公分制 导致大家的出功不出力 实际上完完全全是人祸 跟天灾一点关系都没有 但是我们最后就偏要告诉你 就是自然灾害 再加上前苏联向我们逼债 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其实是百分之百 我们自己的责任 不过中共的历史上 就是完完全全充斥着这各种的谎言 基本上 我觉得一个中国人 你离开了中国 到了西方来 从49年之后的中国历史 你基本上要重学一遍了 你在中国学到的历史 几乎99% 99%都是假的 现在开始 我们这才刚过了这几个月 从去年12月份到现在 这刚过了半年 我们现在就要重新的去改写 重新的去图写这段历史 这段历史 而且这8964的历史 你能说得清楚吗 对不对 不也都是充斥了谎言 中国共产党的历史 哪一个不是充斥了谎言 对不对 还有什么四五事件 你才往上查查四五事件 那里面也都是充斥了 都是谎言 没有办法 中国就这样 中国人也是比较容易 也是健忘 这刚过了几个月就开始了 整个就把就说历史是一个什么 一个小姑娘 让人画了一个脸 这是谁 高高松不是说吗 对不对 反正就是这样子 你就你去理解 好吧 中国共产党这么干 也不是一天两天了 好吧 然后看看 刘晓明还说 说病毒最早发源于武汉 并不等于就起源于武汉 病毒可能来自任何地方 不能因为中国爆发疫情 就指着中国 要看到中国竭尽所能的努力抗疫 中国是病毒的受害者 中国不是病毒制造者 中国也不是病毒源头 反正已经 真的 我不知道 就是说中国政府 为什么决定用这种谎言 最后能够得到全世界的认可和尊重 但是反正中国政府就认为 只要我谎言说多了 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 只要我说的谎言说的够多 说的够真诚 最后大家会信的 好吧 然后节目主持人 就反问他 就说中国最近几周 在全世界用这种假消息和宣传公式 在污染全世界 他说包括中国驻法使馆的官网 说法国老人在养老院里被抛弃 承受痛苦 孤独的死去 说中国外交官员 还在社群网络上散布阴谋论 称美国军人将病毒拖带到中国 他说为什么中国要宣传这样的假消息 是吗 为什么你们满嘴谎言 刘晓明说 如果将中国领导人 中国外交官 中国大使的表态 与美国领导人 美国外交官和美国大使 做一个比较 你就会发现 到底是谁满嘴谎言 到底是谁在散播假消息 当然了 我知道现在很多中国人觉得 我们有像刘晓明先生 这样子的大使是中国人的幸运 他能把黑的说成白的 还有胡锡进先生 觉得就是说 他们为中国赢得了全世界的谅解 赢得了全世界的尊重 而我们就很多人认为 我们中国人都应该跟着中国 驻英国大使李晓明这样的 统一口径 坚决抵制西方 只要我们人多 我们谎言说多的 他们最后会信的 但是说实话 我觉得别人瞧不起你的主要原因 其实并不是说 你们这里爆发了疫情 对吧 埃博拉疫情又怎么样 西班牙大流感的怎么样 大家并没有说瞧不起谁 瞧不起你是因为你满嘴谎言 政治人说瞎话 这才是最主要的 好吧 真心想到这里 谢谢大家